页面按钮的生成以及入册的执行过程都讲了一下 但是我们有一块没讲就是关于GS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页面的GS就是调用过程是怎么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AOP的两种方式 AOP的两种方式是在我们课程里面用到的两种 第一种是基于配置文件 也就是前面我们在介绍controller的时候 也是一个controller用到的 那么还有什么是注键 就是我们刚才在router这个里面去用到的这样一种 一会儿我们会去对比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说到什么router.js router.js我们也没有详细的去说 那么我们只是说了有这样一个adjectsrouter.call 这样一个GS的函数 好我们先看一下AOP的两种方式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router.js 我们看一下 注意这有一种aopconfig 然后aopadvisor 这里是谁啊 searchcondition aspect对吧 注意一下searchcondition aspect我们做什么了 我们只是让它实现了beforeadvise 然后呢 search把它交给sbroom的lc容器去做管理 然后呢它有个before的方法 这样呢这是一种配置的方式和使用的方式 对吧 那我们刚才用的是什么 在router里面用到的 controller aspect对吧 注意一下这里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类没有继承任何的负类 然后呢component aspect对吧 我们说过了并容器管理声明的是一个aspect 然后呢这里有个around环绕通知对吧 execution然后下面这些 注意这个里面value的内容啊 其实和这个里面是一样的 execution对吧 和这个里面这一段配置是一样的 然后呢看一下 这里有个我们这个aspect的方法 aspect类有一个around的controller method 注意一下这个方法名其实没关系 叫什么都行 把它改成a也没关系 只要是一个合法的加上的方法名就可以 然后呢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proceeding join point 对吧 看一下这是哪个包下面呢 aspectjweaver这个下面的对吧 就是说明他呢是谁啊 是aspectj他的这种通知的一种实现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看啊 这个里面是什么object我们说过是对用的controller对吧 ax和messer的是分开的 那在这种使用方式aspect使用的时候是什么 看一下proceeding join point pjp pjpgetax是什么材数对吧 gettarget是什么controller对吧 xcontroller 然后messer是什么 我们看我们看这个他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this是什么 哦我们的原码下载不下来啊 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pjp.gettargett 然后呢 注意啊这个东西啊 他呢是有一些具体的 看一下有很多 然后呢 有一个messer的signature 你看getmesser 我们可以这么来做 然后呢这样就得到了这个messer 当然需要判断一下这里面如果这种强制转化失败 怎么办 怎么办 对吧 这个呢是通过他这种方式去拿到执行的方法 好 这是这样的方式 这是两个关于aop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router的js js呢代码呢我们就不挨个的去敲了 首先看ajaxroutercall 这个在哪啊 这个在 我们再联系来看一下ajaxroutercall在generatorroutercall button生成某一个具体的方法对应的按钮的时候 对吧 这看 执行ajaxroutercall 对吧 执行ajaxroutercall 把这些信息都传进来了 那这些方法参数呢我们就不解释了 然后看如果是需要确认呢怎么办 是吧 如果需要确认就这样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写法呢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 就是那如果不需要确认呢 如果是false呢 怎么办 就什么都不执行吗 不是的 对吧 如果不需要怎么办 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执行的 对吧 是这样吧 好这个呢留给大家去实现一下 是吧 是吧这里大家看一下 回到处写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随时去沟通交流 然后看 是否需要执行什么操作 master name 是什么 显示名称了对吧 然后看routercall operation 把router name 什么master等的这些信息 全部拼过来了 然后post传过去 注意一下success和error 如果什么 请求出错了 其实我们忽略了 对吧 那这里也需要去完善一下 为了让我们整个的代码更见证 然后 注意 如果成功了 我们把什么 data 和object id 和object id 传给谁啊 par注意一下 process ejectsroutercallcontroller 什么 处理ejectsroutercall的结果 对吧 routercallresult result processejectsroutercallresult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做什么了 object id 没管他对吧 data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ejectsresult 对吧 我们判断ejectsresult 带过statuscode 对吧 成功还是失败什么的 然后判断 如果是02 就操作成功 提示操作成功 注意一下 这段代码做什么 我们重新加载表格 对吧 reload reload的表格是什么 就是要重新加载数据 重新加载数据呢 就会执行什么 重新生成button对应的html 那么 所以我们每次 在点击按钮之后 比如说发布 取消发布 对吧 点了之后 页面会执行reload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这段代码 在发挥作用 点了发布 或者取消发布 页面 执行reload 重新加载数据 重新加载数据呢 就会重新生成button对应的html 所以呢 点了发布 重新加载数据之后 发布的就灰了 取消发布 就可用了 就是这块处理的结果 好 下面是一些其他的提示 测试data我们介绍过了 这是 process ejects root call result ejects root call ejects root call 这还有一个 process ejects call result 我们看一下它是哪里用的 我们这稍待的介绍一下 就是submit 比如说 farm submit 我们提交了某一个表单之后 这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ejects的调用 就是ejects call 那它的处理结果呢 和那个是差不多的 拿到结果之后呢 判断是不是零啊什么的 对吧 然后如果传过来一个dialogue 比如说弹窗呢 把弹窗关掉 然后呢 如果有这种grid的 那就把什么grid 重新reload一下 对吧 如果失败呢 就像这样的提示 最终的返回 那js其实总共的东西呢 大致也就是这么多 那后面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介绍 好 关于aop的两种方式和routerjs 我们就简单的补充到这里